你这迷惑性太强了 我这听声音 最开始大家是不是都以为 是特漂亮的女生对吧 太厉害了 这个声音塑造能力太强了 你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对 是的 哪个城市 冰城 我来自冰城 那你是华裔了 对吧 对 是的 我是马来西亚的华裔 第几代华裔 第三代 第三代 是的 那是爷爷是中国人 爷爷是海南人 那现在家里是讲中文还是 中文都说中文 福建话都有 是的 那我就得请教了 你看你唱得这么好 你是以前专业学过吗 我没有受过专业的学唱歌吧 那你就属于那种 自学成才的人 是的 我都在网上学 网上 是的 网上很多那些 歌手的教学 综艺节目那些 都是靠一些歌手的理论 来自己摸索 这还是天赋 那你怎么发现 自己会唱女生呢 就大概七八年前吧 有一次同学的聚会 然后就全部都是男生 都跑去唱KTV 那时候有一个朋友 点了一首歌叫 《One Night In北京》 然后就没有人唱女生的部分 就我就拿起麦克风 就自然地唱出来了 那时候全场都惊讶了 我自己都惊讶了 都没想过自己会唱得到 所以你就再也没有找过搭档 对啊 可能是这样吧 听说好像你在网上挺红的 就因为之前吧 有唱一个中国的节目 然后马来西亚那边有海选 我当时选了一首歌叫做 《凉凉》就男女队唱的 我一个人唱了两个声音 所以在那个视频吧 在网上也火了起来 你看起来那么粗犷的一个男孩 我曾经给一个评审吧 那时候他说我 人这么壮 你这么大只 你唱歌像小鸡一样 大只唱歌像小鸡一样 对 很多时候吧 跟我聊电话的人 然后我再去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都会确定 你是刚才那个人吗 网友送了我一句话 叫做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会唱歌的灵魂三百多金 我想跟他说 我只是两百多金 每三百多金这么多 说明大家对你还有期待 你还有提升的空间 是的 这次来中国是一个很好的 食补的机会 因为中国美食 对 尤其是臭豆腐 那是特别有营养的了 对 尤其是臭豆腐 臭 辣火锅 有口水了 口口中了 大哥 你在老家是吃 吃马来餐还是吃中餐 中餐 都吃中餐 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海南鸡饭的吧 海南鸡饭 还有吗 然后红烧烤肉 红烧烤肉 好 网友 观众记住了 海南鸡饭 红烧烤肉 这几个我们不要吃 容易胖 好吧